如果《獅子山下》主題曲是代表香港人的歌曲 這樣小時候的主題曲就是代表香港七十後的兒歌 如果說香港電台的《獅子山下》 紀錄了香港社會的發展軌跡 這樣1977年推出的第一輯小時候就是紀錄了香港七十後的童年回憶 香港電台經費雖然來自政府 由於社會進步和有心人推動 廣英時代,工人電台的角色慢慢由純政府喉舌 過渡到針扁時弊,推廣文化和教化社會大眾的角色 而工人電台最大的優點又正是不必太考慮商業因素 配合了張敏儀的拍攝和擔當 有質素、有意義和對香港影響深遠的節目和戲劇 就此應運而生 七十年代的小時候就是這樣的一個兒童單元劇集 劇集一開始 小兄妹珈琦和小敏的父母 就乘搭飛機輪到巴西 留下了兩兄妹 給他們的叔叔和爸爸照顧 那爸爸媽媽呢? 他們啊? 可能會遲些 為什麼會遲些? 飛機會飛,但爸爸媽媽不會飛 當然會遲些 為了使劇集更具現實感 主要拍攝的地點 是當時剛落成的沙田立元村 而何家的地址 就是立元村富裕樓五年九室 劇集中的小兄妹 就和媽媽、叔叔住在這個單位 小兄妹除了乘火車 來往九龍回小學之外 劇集就圍繞著兩兄妹 日常課語 和一群同村的小孩 到處去玩 如何相處 和總總日常鑰匙做題材 但又從平凡的小孩小事 演繹出一幕幕動人的故事 提醒小孩去思考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引導小孩什麼是真 什麼是善,什麼是味 當中充滿了親情 你怎麼回來的?現在才知道的 興會情 行佬? 為什麼你不搭火車? 那些錢呢? 我知道你買金魚 什麼? 有車都不行,我來買金魚 我來送給小米 小米說喜歡金魚 那些馬力 叔叔 兄弟,小心點,我好像碰傷了 兄弟情 爸爸給我玩吧 吳仔 你哥哥叫的 爸爸給我, 是不是他 弟弟借他們玩玩吧 爸爸給我, 我很喜歡給誰就給誰 喂, 你知不知道為了哥哥的命令 有什麼下場的 我知道, 我給你打一場 沒錯 哥哥說不夠打 誰說不夠你打 你鐵頭鞠, 你手也不夠 加上你手, 哥哥, 我幫你打我 但是哥哥怎麼氣個弟弟 他始終都是疼弟弟 不會被人欺負的弟弟 大哥, 哥哥, 你這麼傻的, 我幫你 男人不想漂亮, 出了你很友善 爸爸什麼時候這樣說 友善的爸爸, 不是友善在臉上 而是友善在內心 爸爸, 你那婆子的時候 你不夠我們 你已經不像上片, 一天那麼漂亮 內在的漂亮才是真的漂亮 如果爸爸不夠你們 爸爸就是全世界最臭勇的人 爸爸, 祝你生日快樂 賦予自己的溫馨 你見到什麼來的 你掃開兩枝吧 真貴的不是禮物本身 而是一份真正的心意和關懷 爸爸, 這個是不是自動標籤 那當然啦, 你動就會動的 三十比零, 冠槍 三十比零, 本來也不打足球 我幫你跟他… 一個小孩子足球比賽的故事 你放下我們練球 我不是你們, 你平時不是一起玩的嗎 不過我們明天要跟小翠隊大決戰 那有什麼關係 這次, 我們一定要贏的 贏? 只靠你們三個人就可以贏了 我們請了幾個角鞠回來幫忙 所以我們一定會贏的 不要贏了 不要贏了 李嘉琪, 你算了 流血了 今天大家打得好 快點過來拍照 快點過來 你三個幹什麼 快點過來拍照 快點過來 我們用勝利的手勢來拍照 嘉琪, 贏了輸 贏 贏球就好 你好像不太開心 那你不要把兩隻手指的拍照 有 大哥, 我們沒得足球隊 只有三個人而已 你始終打贏了 叔叔, 我覺得上一次我們輸球 比這次贏球還開心一點 所以說呢 有時勝利不一定是那麼重要的 小時候所有的畫面 都受磨住小孩的童真活潑和善良 將一幅兒童生活圖畫 成就了一頁無價的七十年代兒童生活史 但小時候這一頁七十年代 香港的無價兒童畫和這首兒歌 這一份可以給香港人回憶的材料 在今日的環境世道 會不會就此消失呢 詞曲 李宗盛